今天我不是来到一间家 而是一间会所 就是客家公会联合会会所 今天的嘉宾将会介绍一道家喻户晓的客家菜 我相信很多人都吃过 那现在我们进去里面和嘉宾聊一聊吧 这位就是今天的嘉宾 她是市美兰客家公会联合会妇女主主席叶利明 嗨你好 你好 那利明姐姐要介绍的菜是 我今天要介绍的是我们的客家样豆腐 这样客家样豆腐需要什么材料可以介绍一下吗 我们客家样豆腐呢 我们做一些鱼肉 猪肉 还有这个五香粉 那个胡椒粉 还有那个佐豪鱼粉 还有那个盐 一些档粉 一些蒜米 葱头 鱼菜 跟那个葱 今天的准备是大概多少人的分量 这个分量是两三个人 现在我就在客我们做这个客家样豆腐 这个是那个椒鱼啊 我们交鱼买回来呢我们就要切 洗干净了就切了 切了我们就这样子弄了那个菇 弄了排了我们就要跑这样这样过上来 我们要这样向着上向着上一直向着上 它的肉就一直会跟着你跑 那个肉就跟着你跑 这样你一直挂一直挂 你的那个鱼肉就会一直跟着来了 你看它就切了 然后要慢慢慢慢的 慢慢的 不要快 慢慢的 你挂到这边的时候 我们这边旁边这个角落这边 我们就不要了 因为这边的味道不好 所以我们就跟着旁边 在旁边过 在旁边过 我们割了这个肉 就取起来 我们还要拿打 这样子这个皮 我们就放在旁边 等下是拿煎 洗干净拿煎 煎了 我们包那个高糖 这个鱼肉 我们就这样子 等下它来打 我们要这样子呢 这样子拿八倍 这样打 打给它起那个胶 有鱼胶 打 打了它就会 有那个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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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那个鱼胶那个弹性 这样子弄好了 我们弄好了之后 我们就跟它放在一边 放在一边 放在一边 你看 它是有一种弹性 有一种弹性的 像这个 我们现在就是这块猪肉 这个猪肉我们就要切 切了那个皮 我们不要 我们皮不要 这样我们就讲 每一块猪肉 就要切小片 我们把它切到一小片一小片 然后我们就这样子 它就这样子打 这样打碎它 这打碎之后 之前我们就要放一点 放几粒 葱头 小葱头 蒜米 三四粒酱子 我们一起打 这样我们的猪肉做好了 这样我们的猪肉做好了 我们就把它拔开 拍拍好了 这样我们就掺刚才 我们拿起来的 那个 焦鱼肉 掺进来 一起打 加一点那个盐水 这样我们打了之后 这个鱼肉 跟这个猪肉 之后我们就要这样子 放点盐水 这样子我们就这样子 把它弄平均 我们的客家样豆腐 就要用盐水这样子 这样子打 我们这样打 这样打下去呢 它就会起 它那个鱼椒跟那个猪肉呢 它就会起 起那个鱼椒跟那个猪肉呢 起那个那个嚼 它就会起 我们也是有差一点胡椒粉啦 这个五香粉 还有这个佐豪鱼粉 还有我们要加一点点盐 适量的盐 加一些这些粉 我们就一直在转它 一直在转 我们的样料已经出来了 就是这样 现在我要做这个是样豆腐 我们客家样豆腐 首先我要用这个豆腐 其实样豆腐是有技巧的 我们首先把这个豆腐弄开来 这样子筷子这样子敲一敲 这样子敲一敲 有一点点可以把那个样料进去 加一点这个粉进来 是不要给它容易脱那个料 这样子我们就弄开了 也不会太深也不会太浅 我们就把那个料 这样子 这样子样进去 放点水 这样子你的筷子就比较容易放这个料 我会用面团 这样子加一点水 这样子给它 比较光比较滑 把那个料 有点融起来这样子 就比较一点美观 就比较好看一点 这个料 这样子一样起来 有点脏脏 这样子 就比较 是我们客家人讲的 荷宝脏脏 客家人就是喜欢吃用豆腐 因为我们是说 大富大贵这样子 富贵 富贵 我们就喜欢这个 义头 好义头 这是客家人的一个简单的说法 好 好 现在我就开始样这个苦瓜 其实我们客家人 老是逢年逢节 我们是样 豆腐是比较多 苦瓜就比较 苦瓜矮瓜就比较没有一样 但是 我们平常 是有用苦瓜和矮瓜来吃 茄子 现在我就用这个茄子 我们整条的我们要切 切开来我们之后 我们一块一块 我就要切一半 这样里面我们就可以放这个料 这个馅料上去 馅料放到我们给它摸 然后刮 刮一点 就比较美观 我今天用的是平底窝 所以我就会放一点油 不会放很多油 假如是在家里 我们家里用的那个 圆花 就会放多一点油去煎 或者炸 这边我就用来煎 这个我就放了油了 就给它热 热 热了之后 我会把豆腐和那个苦瓜放上去 谢谢大家 陈生 现在煎这个豆腐和这个苦瓜茄子呢 我们就要等 等到它金黄色的时候 我们才拿 翻一翻 翻一翻 转一转 这样看看 我们才拿起来 再来煮 这样我们再等一下时间 这个时间呢 我们把那个材料放上去呢 我们就要比较慢一点 要有一点耐心 要有耐心 我们不要太大火 太大火呢 它就会黑焦了 我们慢慢火 让它金黄色比较香味 在我们秤煮猪的时候 我们就看 看一看 要拿来 拿来 翻一翻 看一看 假如是有金黄色 我们就翻一翻 这个香味已经香出来了 渐渐已经香出来了 有那种味道了 我们已经闻到了 所以我们做这个样豆腐呢 是我们客家人最爱的 是我们客家人 红年红节也是有做的 小孩子也是最喜欢吃的样豆腐 这叫客家样豆腐 现在我们把豆腐已经煎好了 我们可以放在盘里面了 现在我们最后一个步骤就是 刚才我们就把鱼骨 那个鱼弄出来 那个鱼肉 剩下的鱼骨和鱼皮 我们煎好了 就放一些高汤 我们先放一些高汤下去 这个是只剩下鱼皮和鱼骨 等我们等这个高汤热一热 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材料放回来 现在我们高汤已经热了 我们煮这个豆腐 为什么要放回来 再煮过一次呢 刚刚我们已经煎好了 煎熟了 但是我们还要放下来 这个高汤有那个味道 这样子我们就放下来煮一煮 这样子我们的那个 这个样料会比较香一点 入味一点 然后我们好了之后呢 我们会加一些 葱花进去 加一些芹菜进去 加一些姜油进去 加一些姜油进去 那个味道会更好 你看一下 我们的样豆腐是不是很美 已经神经王室了 这个样料已经好了 我们就把它生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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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这个 今天我们这个 这道客家样豆腐 已经大功告成了 敬明姐 我白听说你说这个客家菜呢 这个客家样豆腐呢 就是过年过节都会看到 现在我想知道 这道菜其实它的由来 你知道吗 嗯 其实这个由来哦 我们客家人来讲啦 这个客家样豆腐呢 是以前我们中国时代啦 古时代啦 古时代 我们的北方人啦 北方人 有这个 迁移到南方去啦 迁移到南方 到这个费州的时候啦 是说那个 他们有 北方人都是很多人 是吃饺子嘛 饺子来到这边 就比较 那个面粉比较少 面粉比较少呢 这样子 他们就看到那个豆腐啊 就拿来 中间 这样捏一捏 捏一捏 有个洞这样子 还有把那个料放进去 就当作是饺子这样子 这样子来吃 这样子我们的客家人的样豆腐 就由那边而来 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样豆腐呢 也跟着就增加了 土瓜啦 茄子啦 辣椒啦 辣椒啦 那个羊角豆啦 冬菇啦 冬菇啦 这些这样子 这样子的样料啦 就比较本土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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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们客家人呢 就在每一年呢 就在每一年有那个 年二十啊 年二十啊 补天窗啦 你我要补天窗 我们也是做 很喜欢用这个羊豆腐来做补天窗 所以我们补天窗那边呢 就有用豆腐和炸那个年糕 就炸年糕 就是这样子由来 就制作了